经过20多年的潜心研究 带您来欣赏充满生命力的物业茶碗 台南生活美学馆自10月3日到12月20日 展出粤与宁南金翁天幕茶碗创作各展 来自英哥的一桃一家金翁展出系列天幕茶碗 每件作品一经幽远 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重新诠释现代天幕茶碗作品之美 木叶天幕茶碗从宋朝至今传颂千年 金翁耗尽20年潜心研究 终于研究出烧制的技巧 重新宋朝天幕茶碗的光彩 然而他不希望只是烧出一片叶子 而是要烧出叶子的生命力 创造出千变万化与具有生命力的木叶茶碗作品 也因此作品阳明国际获得多项的奖项 他将秋天落叶烧进茶碗里 不对叶子做任何耐火的处理 叶子也不上钥而是直接放在茶碗上 入窑烧制 在1060度的高温下 叶子变成灰烬后落在茶碗里 是否在线叶子的姿态是非常困难与少有 如果火土又三者的结合没有掌控好 叶子就会不成型或是消失 因此成功率相当的低 作者曾经在陶艺创作40多年 认为一件作品应该是要由观者细细品味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线去赏万他的美 创造具有层次的美感经验 法界新闻 廖杰林 许建议 台南采访报导 竟然许建议 完罗